人生作者 陆瑶 第二十集 明显地挂在脸上 有时他用满头大汉 对这种身不由己的冲动 进行严厉的内心反省 警告自己不要太张狂 他有更大的报复和想法 不能满足于 在这个县城所达到的光荣 如果不注意 他的前程就可能要受挫折 他已经明显地感到了 许多人在嫉妒他的走红 这样想的时候 他就稍微收敛一下 一些可以大出风头的地方 开始有意回避了 没事的时候 他就跑到东港的小树林里 沉思默想 或者一个人 在没人的田野里 狂奔突跳一阵 以抒发他内心压抑不住的 愉快感情 高嘉林只去县广播站 找过一回黄亚平 但亚平不失前言 经常来找他谈天说地 起先他对亚平这种做法很烦恼 不愿和他多说什么 可亚平寻找机会和他讨论各种问题 看来亚平这几年看了不少书 知识面也很宽 说起什么来都头头是道 并且还把他写的一些小诗给嘉林看 渐渐地 嘉林也对这些交谈很感兴趣了 他自己在城里也再没更能谈得来的人 老景知识渊博 但年龄比他大 他不敢把自己和老景放在同等地位上交谈 大部分是请教 嘉林和亚平很快恢复了中学时期的那种交往 不过嘉林小心翼翼 讨论只限于知识和学问的范围 当然他有时也闪现出这样的念头 我要是能和亚平结合 那我们一辈子的生活会是非常愉快的 我们相互之间的理解能力都很强 共同语言又多 这种念头 很快就被另一种感情压下去了 巧真 那亲切可爱的脸庞立刻出现在他的眼前 而且每当这样的时候 他对巧真的爱似乎更加强烈了 他到县里后一直很忙 还没见巧真的面 听说巧真到县里找了他几回 他都下乡去了 他想过一段抽出时间要回一次家 这一天午饭后 嘉林去县文化馆翻杂志 偶然在这里又碰上了亚平 他是来借书的 他们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 马上东拉西扯的又谈起了国际问题 这方面嘉林比较特长 从波兰团结工会 说到霍梅尼和已在法国政治避难的伊朗前总统巴尼萨德 然后又谈到里根决定 美国本土生产和储存中子弹 在欧洲和苏联引起的反响 最后还详细的给亚平讲了一条 并不为一般公众所关注的国际消息 关于美国机场塔台工作人员罢工的情况 以及美国政府对这次罢工的强硬态度 和欧洲 欧洲以外一些国家机场塔台工作人员 支持美国同行的行动 亚平听得津津有味 秀丽的脸庞对着嘉林的脸 热烈的目光一直爱慕和敬佩地盯着她 嘉林说完这些后 亚平也不甘示弱 给她谈起了国际能源问题 她先告诉嘉林 世界主要能源已从煤转变到石油 但七十年代以来 能源消费迅速增多 一些主要产油地区的石油资源 已快消耗殆尽 新的能源危机必然要在世界出现 另外 据联合国新闻处发表的一份文件说 1950年 世界陆地面积有四分之一覆盖着森林 但到今天 一半的森林已经在斧头 推土机炼锯和火灾之下消失了 仅在非洲 每年大约有500万英亩森林被当作燃料烧掉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调查表明 全世界有一亿多人口 深受燃料严重短缺之苦 黄亚平口若悬河 侃侃而谈 他接着又告诉嘉林 除了石油 现在有14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复合能源 即太阳能 地热能 风力 水力 生物能 新柴 木炭 油液盐 焦油沙 海洋能 波浪能 潮汐能 泥炭和矗粒 高嘉林听他滔滔不绝地讲述着 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 他想不到 亚平知道的东西这么广泛和详细 接着 他们又一块谈起了文学 亚平犹豫了一下 从口袋里掏出一片纸 递给高嘉林说 我昨天写的一首小诗 你看看 高嘉林接过来 看见纸上写着 郑嘉林 我愿你是生着翅膀的大雁 自由地去爱每一片蓝天 哪一块土地更适合你生存 你就应该把那里当作你的家园 高嘉林看完后 脸上热辣辣的 他把这张纸片递给亚平说 诗写得很好 但我有点不太明白 我为什么应该是一支大雁 亚平没接 说 你留着 我是给你写的 你会慢慢明白 这里面的意思的 他们都感到 话题再很难转到其他方面了 而关于这首诗 看来两个人也不好再说什么 就都从椅子上站起来 准备分手了 两个人都有点兴奋 亚平先走了 嘉林把亚平送给他的诗 装进口袋里 从后面慢慢出了阅览室的门 他心情惆怅地正正站了一会儿 正准备到县水泥厂去采访一件事 一辆拖斗车的大型拖拉机吼叫着停在他身边 嘉林惊讶地看见 开拖拉机的驾驶员竟然是高明楼当教师的儿子 三星 三星已从驾驶座上跳下来笑嘻嘻地站在他面前 你怎开启了拖拉机 嘉林问 你走后没几天 詹盛叔叔就把我安排到县农机局的机械化施工队了 现在正在咱大马河上川道里搞农田基建 那你走了 谁顶你教书来 现在巧琳交上了 三星说 他没考上大学 没 三星犹豫了一下说 巧真看你来了 他就坐我的拖拉机下来的 我路过咱村 他正在公路边的地理劳动 就让我把他烧来 他在前面邮电局门前下车的 说到县尾去找你 嘉林胸口一热 向三星打了个招呼 就转身急匆匆向县尾走去 高嘉林走到县尾大门口的时候 见巧真正在门口悬摸着朝县尾大院里张望 巧真还没有看见嘉林正从后面走来 高嘉林望了一眼巧真的背影 见他上身仍穿着那件米黄色短袖 一切都和过去一样 苗条的身材仍然是那般可爱 乌黑的头发还用花手帕扎着 只是稍有点乱 大概是因为从地里直接上的拖拉机 没来得及疏 看一眼巧真的身体 高嘉林的心里就有点火烧火燎起来 当巧真看见嘉林站在他面前时 眼睛一下子亮了 脸上挂上了灿烂的笑容 对他说 我要进去找你 人家门房里的人说 你不在 不让我进去 嘉林对他说 现在走 到我办公室去 说完就在头前走 巧真跟在他后面 一进嘉林的办公室 巧真就向他怀里扑来 嘉林赶忙把他推开 说 这不是在庄家地里 我的领导就住在隔壁 你先坐在椅子上 我给你倒一杯水 他说着就去取水杯 巧真没有坐 一直亲热地看着他亲爱的人 委屈地说 你走了 再也不回来 我已经到城里找了你几回 人家都说你下乡去了 我确实忙 嘉林一边说 一边把水杯放在办公桌上 让巧真喝 巧真没喝 过去在嘉林床铺上摸摸 又揣揣被子 捏捏褥子 嘴里唠叨着 被子太薄了 罢了 我给你续一点新棉花 褥子下面光粘也不行 我把我们家那张狗皮褥子 给你拿来 哎呀 嘉林说 狗皮褥子颠倒着县美机关 毛红红的 人家笑话来 狗皮暖和 我不冷 你千万不要拿来 嘉林有点严厉地说 巧真看见嘉林脸上不高兴 马上不说狗皮褥子了 但他一时又不知该说什么 就随口说 三星已经开了拖拉机 巧琳交上书了 他没考上大学 这些三星都给我说了 我已经知道了 咱们装的水井修好了 燕子也加高了 嗯 你们家的老母猪 下了十二个猪吧 一个被老母猪压死了 还剩下 哎呀 这还要往下说嘞 不是剩下十一个了吗 你喝水 是剩下十一个了 可是 第二天又死了一个 哎呀哎呀 你快别说了 嘉林烦躁地从桌上 拉起一张报纸 脸对着 但并不看 他想起 刚才和亚平 那些海阔天空的讨论 多有意思 现在 听巧珍说的 都是这些 叫人感到乏味的话 他心里不免 涌上了一股 说不出的滋味 巧珍看见 他对自己这样烦躁 不知自己 哪一句话没说对 他并不知道 嘉林现在心里想什么 但感觉 嘉林似乎对他 不像以前那样亲热了 再说些什么呢 他自己也不知道了 他除过这些事 还再能说些什么 他绝说不出 十四种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的 复合能源 嘉林看见巧珍 局促地坐在他床边 不说话了 只是望着他 脸上的表情 看来有点可怜 想叫嘉林喜欢自己 而又不知道该怎样 才能叫他喜欢 嘉林又很心疼他了 站起来对他说 快吃下午饭了 你在办公室先等着 让我到食堂里 给咱打饭去 咱俩一块吃 巧珍赶忙说 我一点也不饿 我得赶快回去 我为了赶三星的车 除还在地里撂着 也没给其他人安抚 他从床边站起来 从怀里贴身的地方 掏出一卷钱 走到嘉林面前说 嘉林哥 你在城里花销大 工资又不高 这五十块钱给你 早上吃不饱 你就到街上食堂里 买的吃去 再给你买一双运动鞋 听三星说 你常打球 费鞋 前半年 弘历已经绝分了 我分了九十二块钱呢 高嘉林忍不住 鼻根一酸 泪花子在眼里旋转开了 他抓住巧珍递钱的手说 巧珍 我现在有钱 也能吃得饱 根本不缺钱 这钱 你给你买几件十星衣裳 你一定要拿上 巧珍硬给他手里塞 他只好说 你如果再这样 我就恼了 巧珍看他脸上 真的不高兴了 就只好委屈地 把钱收起来 说 我给你留着 你什么时候缺钱花 我就给你 我要走了 嘉林和他相跟着出了门 对他说 你先到大马河桥上等我 我到街上有个事 一会儿就来了 巧珍对他点点头 先走了 高嘉林 高嘉林飞快地跑到街上的百货门师部 用他今天刚从广播站领来的稿费 买了一条鲜艳的红头巾 他把红头巾装在自己随身带的挂包里 就向大马和桥头赶去 高嘉林一直就想给巧珍买一条红头巾 因为他第一次和巧珍恋爱的时候 想起他看过的一张外国油画上 有一个漂亮的姑娘很像巧珍 只是画面上的姑娘头上包着红头巾 出于一种浪漫 也出于一种纪念 虽然在这大热的夏天 他也要亲自把这条红头巾 包在巧珍的头上 他赶到大马河桥头时 巧珍正站在那天 等他卖魔回来的那个地方 触景生情 一种爱的热流 刹那间漫上了他的心头 高嘉林和巧珍 肩并肩走下桥头 转向大马河川道 拐过一个山卯 嘉林看看前后没人 就站住 从挂包里取出那条红头巾 给巧珍拢在了头上 巧珍并不明白 他亲爱的人为什么这样 但他全身心感到了 这是嘉林在亲他 爱他 他也不说什么 一下子紧紧抱住嘉林 幸福的泪水 在脸上刷刷地躺下来了 高嘉林送臂巧珍 返回到街上的时候 突然感到 他刚才和巧珍的亲热 已经远远不如 他过去在庄家地里那样 令人陶醉了 为了这个不愉快的体会 他抬起头 像灰蒙蒙的天上 常常吐了一口气 长篇小说 人生 作者 陆瑶 演播 阳辰 张震 阳辰